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学教学节目 我是林胜安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九奖 共同基金 那么今天首先要介绍贵宾 郑听语老师 那么郑老师是刘日的博士 那么大政院校投资学的讲座 同时呢 他也是证券分析师 有很丰富的这个投资理财的经验 可以说是理论跟实物兼并 我们现在请郑老师跟同学问好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 这本讲是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共同基金 那我想各位同学投资基金的经验 应该大部分都会有 但是各位为什么会去买那一档基金 各位应该都不是很了解这一档基金 去买的原因 或许是朋友这一档的 或许是你到银行 李专给你这一档的 但是我们从今天起 从谁这一个讲师起 你就开始要懂得如何去筛选你的基金 来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 OK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的介绍 那本讲次包括三个重点 第一 是了解共同基金的意义 分裂 收益以及它的风险 第二 是了解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基金的选择 基金的投资方式 以及如何选择基金 那第三 我们是要介绍一些特殊形态的基金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共同基金的意义 分裂 收益跟风险 那么共同基金的意义 所谓共同基金 就是汇集投资人的小钱 交由专业经理人来操作 来赚取利润 这种利润或者风险 是由投资人 共同来分享 分担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分类方面 我们可以按照投资标的来区分 所谓投资标的 就是这个基金 去买什么样的资产 刚才郑老师有说过 很多我们同学或者投资朋友 都是听别人介绍去买基金 对这个基金在做什么 它根本一无所知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变成一个内行人 来参与基金的这个买卖 那么在投资标的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股票型的基金 就是这个基金它以购买股票为主 第二 债券型基金 就是这个基金以购买这个债券 向政府的公债或者公司的公司债 为主的一种基金 第三 货币型基金 就是说这种基金 只要是去购买商业本票 或者可转让定期存单 或者国库券等这些短期的货币金融工具 再来第四 是外汇型的基金 这一种基金是投资与外汇 像美元 日币 欧元等等 再来叫做主数型的基金 那这边请问郑老师 何谓主数型基金 那所谓主数型基金 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募集了一笔资金 那我们投资的标的就是 所谓的指示型的一个基金 包括我们目前的像台湾50或中小100 所以像台湾50跟中小100 它本身是股票指示型基金 所以这种投资组合是以构成指示的股票为主 它的以达到以股价指示同步成长为目标 这样的一个指示型基金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六个 叫做可转换公私债型的基金 那么公私债有很多的种类 例如可赎回 不可赎回 可转换 不可转换等等 那么有一种是这个公私债的债权人 他在一定条件之下 可以转换为普通股的 这一种叫做可转换公私债的基金 那么如果基金以投资于可转换公私债为主 就称为可转换公私债型的基金 那么第七是认股权证型的基金 也就是说这个基金的资产 主要是投资于这个认购权证 或者认受权证等等 再来我们按投资的目的来区分 那么可以分为积极成长型跟成长型的基金 那所谓积极成长型的基金 是指他购买一些上涨潜力 比较大的股票 追求短期的资本利得 例如一些高科技电子股 小型股 新兴市场的股票 这一种都叫做积极成长型 那么成长型 它不像刚才积极成长型 那么的积极 不过它也是一种成长型的方式 那我们来请问郑老师 何谓成长型的基金 好的 那刚才我们林老师谈到 有关于积极成长型的基金 它最主要是在追求 我们短期资本利得的为目的的 那我们的所谓的成长型基金 它最主要是在追求 长期资本利得为目的 为达成增值的目的 当然你要以这个为目的的话 通常你就要去买以AG 或引以展望较佳 股性较活泼的股票 为投资的标的 因为股票的一个β值 也就是说它的波动比较大的话 你比较容易赚到所谓的资本利得 所以我们所称的成长型基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金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精辟的解析 那接着我们来看平衡型的基金 所谓平衡型它是指一部分投资在股票 一部分投资在债券 这样子达到一个平衡的目标 再来收益型的基金 它不是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成长型的基金 成长型的基金 它是追求短期或者长期的资本利得 那这个收益型它比较保守 它是追求一个稳定的收益 例如投资于这个债券 它就是一种收益型的基金 再来我们来依照发行的地区来区分 可以分成全球型 所谓全球型也不是说全世界 只要它跨及两个国家以上 我们就可以称为全球型的基金 再来区域型 它是指投资于特定的区域 例如最近几年 我们常常听到新兴市场基金 那么新兴市场 它就叫做一个区域 再来单一国家基金 例如我们就投资于美国 或者投资于台湾 这个就叫做单一国家的基金 再来按照发行的方式来区分 我们可以分为封闭型的基金 跟开放型的基金 那我们常常听过这两个名词 有很多投资朋友 他看了很多的教材也看不懂 我们这边请郑老师 用很简明的文字 来跟同学们做一个说明 何谓封闭型的基金 好的 那有关于封闭型的基金的话 各位可能接触比较少 因为目前各位在买的基金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开放型基金 那什么叫封闭型基金呢 我们用几个它的规定 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 只发行规模是固定的 而且在发行期盘及封闭 也就是什么叫封闭 也就是各位要再去买 不能再买了 总金额不会再增加 第二个 你要到哪边去买 一般各位如果买开放型的基金 你们大概都是到所谓的银行的柜台 或是到证件公司的柜台 所谓证件公司柜台 并不是像我们股票一样 做买卖一样 那封闭型基金的话 你们是如同买股票一样 就是说它可以在交易市场买卖 其成交价格是由市场供息来决定 那从第二点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第三点 为什么 因为你从市场的供息来决定 它就会产生一个市价 那市价的话 本身封闭型基金 它本身也有 可以试穿出来它的净值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就会有溢价或折价的这种情况 那以目前来讲 各位要了解 为什么现在的封闭型基金 在我们上市的话 已经不到10党 最主要原因它会有代理的问题 什么叫代理的问题 我几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如果我们起大华投雇 它有两个基金 一个A是开放型基金 一个B是封闭型基金 那当A这个开放型基金 它持有到所谓的地雷债 或地雷股的状况之下 那会造成很多投资者 去所谓的撕毁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这个A的开放型基金 可能就会做清算的动作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A这个开放型基金 就会把这些地雷股 可能卖给B 红币型基金 那红币型基金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所谓的地雷股 或地雷债的状况之下的话 各位要卖出的时候 你只能在我们集中市场去卖 但是你卖的时候 它有涨跌幅的限制 你可能卖不出去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就会产生对于 你去买轰币型基金 这些投资人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个就是所谓的代理的问题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 对轰币型基金 一个精辟的解析 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来介绍开放型基金 开放型基金的内容 它是指这个基金的规模 是可以伸缩的 它是可以赎回的 那么假如有人赎回的时候 这个基金的规模就会变少 如果有人增加申购的时候 规模又可以扩张 所以它叫做开放型的基金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 共同基金的收益来源 主要有四个 第一是证券投资的价差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过的资本利得 第二是利息收入 例如买政府的公债 或者这个民间的公司债 它都会有利息的收入 第三是股利收入 例如投资股票 那么配息配股就有股利的收入 再来是汇兑的利得 那么因为这个汇率的升值 或者贬值也会带来汇兑的利得 或者相对的损失 接着我们来看 共同基金的风险 那么第一是市场的风险 也就是基金所投资的地区 或者国家 它的经济状况变化 或者市场法规变动 所造成的一种风险 第二叫做信用风险 也就是基金投资标的 它本身一种偿还能力 所造成的风险 第三通货膨胀的风险 也就是物价上涨 造成这个股票涨跌的一种风险 第四流动性风险 所谓流动性风险 就是所投资的标的 它买不进来或者卖不出去 通常一些小型股就会有这一种流动性的风险 再来是利率的风险 也就是利率上升或者下跌 造成投资标的涨跌的一种风险 第六汇对风险 那这边我们要请教郑老师 何谓费对风险 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 跟同学们来说明 好的 那刚才林老师跟各位说明 你在买卖基金的时候的收入里面当中 有一个汇对的一个收入 相对的有一个汇对的收入的话 它就有一个汇对的损失 也就是说各位 如果你在投资境外基金 也就是购买外国的基金的时候 因为面临汇率的变动所导致的风险 那这个也就是告诉各位 各位在买基金的时候 除了考虑你投资的地区 它将来的GDP 各方面的经济数据会好的状况之下 你去投资之外 你要考虑到这个国家 它的将来这个货币到底会升值或贬值 那一般来讲 如果这个国家的GDP 或是各种经济指标 它是看好的 那将来它的货币大部分都会升值 这个各位同学就必须要去考虑的 那我提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台湾来讲 如果台币的话 只要升值的话 我们的股票大部分都是有一波的行情 为什么呢 因为台币为什么会升值呢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我们在贸易账 贸易账的一个顺差之外的话 在短期间 台币会升值的原因 就是我们所谓的金融账 也就是说外资 大量的汇进台湾 准备要投资股票 会造成台币的升值 那以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 只要台币贬到31块以下的话 大概台湾的股票的话 一般都没有行情 这个提供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精闭的解析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生命周期跟基金的选择 基金投资方式 以及我们如何选择基金 那么首先来看生命周期跟基金的选择 生命周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是财富累积初期 它的基金如何来选择 那么这个时期有几个特色 第一它是未满35岁 那么这时候它投资的主要目标 是要累积财富 来提供日常生活的一个开支 第二它是属于青年企 它的收入比较低 支出比较高 所以可以投资金额比较少 但是第三它有的是时间的本钱 所以可以承受较高的风险 可以采比较长期的一种投资 第四它总结是钱少时间多 所以可以选择风险程度 比较高的一个基金 那么我们财富累积的第二个阶段 叫做高峰期 那这个时期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它的年龄 是35岁以上 至未满55岁 也就是还没有退休之前 这段时间收入比较高 而且债务大部分都已经还清 第二它有比较多的闲钱 可以未来做退休的一个准备 或者规划未来遗产的处理 第三这个时间 它未来仍有20年到30年的时间 可以来投资 所以可以选择中等程度风险的基金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财富消耗的时期 那么这个阶段我要请问郑老师 你如何来选择基金呢 有关于财富消耗时期 就是大概在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已经面临在退休的一个前后 那当他退休之后的话 他主要的守得 只要守得只要是靠什么 退休金在后市收他的投资利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在他的财务这方面的话 的规划必须偏向固定利息的 这样的收入来过他的生活 那第四格的话 有关于他需要怎么样来调整 他的资产配置呢 最主要他要买一些 所谓的固定收益的一些基金 那固定收益的基金的话 我们包括短期的货币市场那些 市场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国库键 商业本票 或是可转量定义存单 或是成对汇票等等 那如果以资本市场长期来讲 就是包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债券 包括公司债 或是公债 或是金融债券等等 就是作为他投资的一个标的 好 我们谢谢郑老师 一个精辟的解析 接着我们来看基金投资的方式 那么第一个是定时定额投资法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 大概每个月 3000元按期来扣款的方式 第二是适时买进卖出法 就是依照个人 一个对行情的判断 那么随时来买进 随时来卖出 那么第三个 叫做固定比例的投资法 就是采固定的方式 资金固定的比例 投资以不同类型的基金 那么如果某类型的基金 它的租产变动 例如上升了 那我们就把这一部分的金额减少 所以第三可以透过卖出 或者买入这类型基金的持分 那么第四可以使固定的投资比例 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第五它的优点 就是能够经常保持低成本的状态 使投资者保住已赚来的钱 我们休息一下 第四是分散投资法 那么请问郑老师 何谓分散投资法 OK 所谓分散投资法 各位都了解 在不同的基金 它有不同风险 那到底在这儿的各位同学 你到底是一个冒险者 或是一个保守者 说实在的很难去分辨 那各位如果有到银行去买过基金 或是做投资理财的话 一般银行的理专 都会做一个 你的一个到底是一个风险的 一个爱好者 或是一个风险的保守者 这这样的一些个性向测验 但是这个性向测验的准确度的话 值得去怀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你的资金 引起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当然就要做所谓的 分散风险的投资 什么叫分散风险的投资呢 你投资可以去投资 所谓的全球型的基金 或是区域型的基金 当然这样的分散 会比你买单一国家的基金 来的风险比较低 或者你也可以去投资 所谓的平衡式基金 也就是说平衡式基金 刚才林老师也跟各位介绍过 它是有把部分的金钱 配置在所谓股票 在部分的金钱 配置在所谓的债券 这个是比较安全一点 或是各位可以做买进 积极成长型的 再加上所谓的收益型的等等 个人自己去做一个配置 来降低风险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如何选择基金 那么第一 要考虑到自己投资的目标 跟风险的承担能力 如果是要赚取资本利得的极大化 那么可以选择积极成长型的基金 不过高报酬通常伴随高风险 那么年轻人 刚才我们说过 风险承担能力比较高 可以选择积极成长型 或者成长型的基金为重点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此时的财富 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态度就要转趋保守 可以投资收益型 或者平衡型的基金 那么第二 要考虑到基金的绩效 那么每年这个有关的评比公司 都会列出各种基金 它不同的评比 我们可以选择 优以股价主数 或者优以同类型的基金 来选择买进 第三 考虑基金资产的配置 基金的投资组合 可以显现经理人的操作 是否灵活 如果它的操作不够灵活的话 我们就应该另做选择 第四 考虑到基金规模的大小 如果基金的资产规模太小 它就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标 那么如果资产的规模太大 它也缺乏机动性 所以原则上 我们是选择规模适中者 比较适宜 那第五 要考虑到个人的财务状况 那么我要请问郑老师 您也当过银行的理财的专员 那么你如何建立 我们的同学 在投资基金的时候 要考虑到他的财务状况呢 那当然你首先要考虑到 你的资金到底是一个中长期的 闲置资金 或是一个短期的资金 如果你的资金是一个中长期的资金 当然你在配置你的 配置你的投资组合的话 就比较有弹性 比较可以随心手意 但是如果你的资金是一个短期的资金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到 第一个就是它流动性的问题 第二个你要考虑到它风险的问题 第三个你要考虑到 所谓它的波动性 到底高不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你才可以做到说 当你要用钱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我卖 把这个本来投资的标的卖得很低 造成了损失 或是卖不出去的穷性之下 所以各位要配置的话 分为中长期跟短期 做不同的配置 好 谢谢曾老师的精辟解析 那我们接着来看 第三部分特殊型的基金 那么一是主数型的基金 所谓主数型基金 它的意思就是指基金的操作 希望能够达到跟大盘主数 一步一趋的一个目标 那么主数型基金最近很受欢迎 只要它是可以免除我们投资人 选股的一个困扰 那么第三 主数型基金 它是采被动式的管理的策略 那么其中长期绩效 它反而会比主动型的管理的基金 要好 所以它会受到欢迎 那么第二 是主数股票型的基金 跟刚才主数型基金 很像 不过它是可以在市场挂牌买卖的 所以它叫做ETF 这个英文是exchange 这是教育的意思 那么exchange trading 就是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一种 犯的就是基金 我们合起来 把英文字母合起来 就叫做ETF 那么这个ETF 它在我们台湾市场 已经引进一段时间 这个最早期的是保来投信 它所发行的台湾卓越50的基金 它的交易方式 就像我们股票一样 它是可以融资融卷 可以信用交易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个第三 我们来看 这个ETF 它有所谓的标的指数 那么它跟股票型基金 ETF 有何关联呢 那么这个标的指数 是用来追踪 这个产业 整个趋势的一种指数 那么每一档的ETF 它都会追踪特定的一个产业 或者全体的一个指数 那么它所追踪的指数 就是各档ETF的标的指数 例如是台湾50 台湾中型100等等 那么在哪个地方 我们可以买到这个ETF呢 是不是需要另外开户呢 那么就像一般的股票一样 在一般的证券经济商 都可以买卖 不需要另外开户 那这边我要请教郑老师 我们投资这个ETF 有什么优点呢 好听 那这个地方有关于 各位同学在投资ETF 我们可以提出七个优点 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 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为什么ETF成本会比较低 最主要ETF 它不像一般基金 是积极性的调整 它的投资组合 所以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我们基于台湾50来讲 它是台湾50的50支成分股 是每季只有调整一次 所以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第二个它的买卖方便 那为什么买卖方便呢 它以股票一样 只要其中市场有在开盘的时候 你随时在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 你都可以买卖 就是买卖方便 第三个跟各位说明的 它的替代性高 那有很多ETF 它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的 证件交易所买卖 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做 所谓的一个套利 什么叫套利呢 也就是说相同的ETF 在不同的国家 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买低 卖高做一个套利 第四个它的优点是流动性高 那一般来讲 ETF的净值 也就是NAV 它是每5至15秒 就计算一次 有关于它的价格是由我们的整个市场的供息来决定 所以价格跟净值的话 就在很短的时间它就可以算出来 第五个有关于它的优点是多样化 也就是说 所联动的只是可骗击各个国家 各个区域或是各产业 那第六个它的透明度相当的高 也就是投资组合十分的公开 而且特明 因为它本身是在我们的集中市场公开发行 也就是挂牌 那第七个它的优点就是股力分配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买了ETF 到底它可以像股票一样 享受到花放股利的好处吗 它是可以的 所以它有七个好处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郑老师 精辟的解析 那我们接着来看不动产的基金 那么第一 一亿不动产基金 它是指投资于不动产 再把它的利润分配给投资人的一种基金 总例方面 一 有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利润 那么第二 是不动产证券化的基金 就是以不动产证券化的商品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过的利润 以利润为投资标的的共同基金 除此之外 还有所谓的保本型基金 或者散型基金 组合型基金等等 这个以后的讲次 我们还会分别提到 那么本讲次介绍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